2017进入尾声 2018有一些车款纷纷强势 就有网友捕捉到 Yaris挡大了 这是伪装照 还有Focus的伪装照 这些车到底吸不吸引人呢 而我们会看到 国产遇到进口的大PK 超级神车Altis 遇到进口的轿车王 Mostage Free 这两台车会查出 什么样的火花 今天一起来分析 也另外要看看 热门的休旅车款Ruffle 对决CRV 性能操控谁胜谁负呢 还有竟然到年底 有车子卖太好 业务员去假订单 要抢车在手中卖 哪些车现在买 可以抢到好康呢 哪些车你交车 要等个半年一年的中途 到底我们可不可以拦截它呢 更多买车重要资讯 都在今天晚上的梦想街 57号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盈萍 今年年底台北有新车大展 所以陆陆续续看到车场 都有动作了 未来不只是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厉害的概念车 甚至有很多的新车要进来 有一些是市售车 有一些是畅销车 所以接下来带大家抢先目睹 还要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看 这些车真的进入市场 有没有卖点 还有你人进到展间 业务员跟你说 这台卖很好是没错 但是有另外一台更值得推荐 为什么呢 因为没车交 今天我们要爆大料了 欢迎加入我们的好朋友 首先有请市场先驱 陈鹏旭先生 黄金右脚 叶明德 新车大对决 年底太多新车出来了 市场面我们帮大家来做推荐 但在此之前 我们要碰触到最敏感的话题 很多人说同一集聚的车款里面 国产遇到进口我要怎么选 当国产跟进口车来PK 到底谁能够有赢面 今天我们好好来锁定一下 神车的对决谁能够称王呢 我们先从市场面来看看 应该是说真的是热腾腾的Bob哥 竟然有路上看到Yaris的叠照 这一支鸭又长更大了 越大越肥的感觉 对 其实我们讲说 这一代的Yaris 基本上它这个版本 基本上它跟所谓的 中国市场的版本 基本上是同一致的 所以它车子已经变很大 像比如说我们如果去日本 会看到日本版的叫Viz 或者去欧洲看 其实它都小一号 那这一代呢 其实我们讲说 其实这一个车子在台北拍到 这在台北街头 这在台北拍到 那这个很特别的是 因为它伪装 但是它伪装 其实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它跟现在的所谓的亚太版本的 就是泰国版的Yaris 基本上是同一个 但是这一张电解罩 比较可惜的是 其实我们在 不管是从这个角度看 因为它有贴很深的隔日子 或者有些反光 其实我们都看不到它是左架右架 真的耶 完全看不到里面 那想说为什么会有右架 右架干嘛来台湾 因为其实这一个 我现在我们这样讲 我们还不能百分之百确认 这是不是接下来要小改或大改的Yaris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因为过去其实 因为台湾的国内生产基地 它其实周边有很多 Toyota的布品 一些周边的零件供应商 那曾经过去也有 台湾没有贩卖的车 进到台湾来 然后只是为了要做开发布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有可能会运一台车来台湾 那但是一般的布品 如果它不是属于这种在驾驶的时候 需要使用到的 事实上它有时候在场内 它也不会在路上走 那这台车在路上走 因为我看到挂试车牌 如果是测试布品的话 不需要上路吧 对 因为一般的布品的厂商 它其实不会有试车牌 那这试车牌 研判应该还是国锐的 所以这一个车子 我们讲说只能讲说80% 这有时候很难讲 如果当时可以很清楚 拍到是佐驾那就好 就确认 问答答 对 这里头就是有 还有一点点没办法确认 对 80% 几乎已经接近90了 互之欲出了 我们后续再来观察 另外一台Bob哥 这是Ford Focus Focus有伪装 这好像不是在台湾拍到的 这个应该是国外 国外 其实我们讲说这一代的Focus 我记得我还有印象 我在09年的年底 冰天雪地 我去了底特律 那时候就是在底特律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 艾伦姆纳尼要执行 所谓的One Ford 他认为他们有一个产品 以前过去美国欧洲 事实上是两个独立的 就是美国有美国的车子 然后欧洲有欧洲福特的车子 好像感觉只是挂同一个logo 然后整个运作分开 各走各的路 然后后来那时候 Ellen 姆纳尼认为 他们要去挑哪个市场上 有一个最强的产品 然后他可以做全球的车子 那时候他做的 介绍的第一台车就是Ford Focus 但是你看看09年 到现在 然后10年 然后正式做全球发表 到现在其实已经7年了 这中间你会觉得说 以这一个集聚的产品 它的更新速度 其实应该是5年 比较合理 那接下来就2018了 其实就到8年了 但是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说 你会觉得说 现在台湾在卖的这种 所谓现号的Ford Focus 很老旧吗 其实好像也不会 因为这中间又包括你看 又导入新的引擎 然后有Eco Boost 然后又导入像比如说 车内其实内装 什么比如说Sink 一路升级 就感觉起来好像 就是你每年都过年 都跑去做微整形 那种感觉 然后5年后你就变美了 8年就更漂亮 然后整个这样看起来 就是它的产品整个的 不管是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或者是新意 其实也觉得也还好 但是总是这台车 应该也要到了一个 大改款的时候 但台湾其实还刚做小改款 对 就整个产品的编程上面的一些改变 但是你还是可以看 其实你看这个尾灯 因为它贴成这样 就是我很少看到 尾妆罩贴的这么尿 对 这个尾妆罩贴这样 好像还有那种 特别的做某种艺术风格的呈现的感觉 但是你看它的尾灯 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有 仔细看 虽然它这个尾妆罩都贴红色调的 可是它这个尾灯真的 尾灯不一样 你看它变成是 以前过去是 它没有那么宽 那这个看起来一定是用光条 细长的 对 那当然还是保留了马丁头 马丁头有 但是它整个头灯来讲 你看它这边有一条线 那这有可能是日行灯 那这一个有可能它的新的 整个头灯的造型的元素 其实这台车应该很明显 就跟过去的focus 现在的过去长得不太一样 如果这台 我在看 除了是focus还有是谁呢 好像 对 所以这个有可能会是 下一代的focus 尤其是你旁边又贴 time to focus 觉得好像是不是 time for 大改的感觉 对不对 这留待我们自己后续再来看看 如果回到台湾现阶段 这个市场面的话 确实focus 现在已经要比较陌生了 就是这个产品已经过了蛮久了 大改是有人在期待 但如果以10月份的销售数字 艾大我们就要好好来看看 其实有些车还是屹立不摇 这个销售的力道 还是很强大的对不对 你看 Altis又出来了 前几集的节目才在讲到 国产车进口车的死亡交叉 已经达成了 是进口车的这个销售数量 已经高过于国产车了 那我们制作单位 整理了这两份数据 基本上这是一个一般型的轿车 秉除了什么 秉除了双B 雷射那种豪华车款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国产车10月份的这个top 10 分别是Toyota的Altis Nissan的T打 它是包含了4门以及5门的车型 那当然Honda的CRV Toyota的Sineta 这个Lustrine的U5 Honda的HRV U5赢HRV 10月份卖得好 因为它上市有个蜜月期 加上这960台的挂牌数量 还有很多经销商的试程车 媒体试程车 种种 那再来看到Honda的HRV 以及Toyota的Yaris Nissan的Livina Nissan的S-Trail 跟福特的Focus 同样是包含4门以及5门的车型 这里面是包含什么 轿式的车辆 以及休旅车 这个CUV或是Crossover 其实就是一般我们 大概百万内的国产的轿车 跟休旅车在这地方的排名 我们可以看到 特别的第一名跟第三名 有被mark起来了 为什么有被mark起来 因为它是国产车型销售的 轿车的第一名 跟休旅车的第一名 轿车跟休旅车分别 位在第一跟第三 那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出一些什么样的端倪 看到第一名有没有的 这个销售数量 是压倒性的胜利 3,017压倒性的胜利 同样的我们绕过来看 进口车的一般车型 一样是秉除了这些豪华车款 残酷时刻来了 第一名Toyota的RAV4 第二名Mazda的CXF 第三名Mazda3 第四名Suzuki的Vitera 第五名Mazda的CX3 第六名Honda的Odyssey 第七名是Volkswagen的Tigua 第八名是Subaru的Forest 第九名是Volkswagen的Golf 第十名则是Toyota的CHR 那又看出什么端倪呢 第一名还是一个压倒性的胜利 就是跟其他这个落差很大 那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要做了两个mark 因为这是一般进口车型的 SUV车型 就是一般进口车型的轿车车型 轿车车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点 可以来去做参考的 来 这边再打个X 你一定要这么的残酷吗 这个就是休旅车的对决 刚好是属于进口跟国产 这个是轿车的对决 刚好是属于国产跟进口 所以这两个等级 在这个地方算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 可是Toyota的RAV4跟Toyota Artis 是分别位于国产以及进口的销售的 第一名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也就是说Toyota的车型在台湾 实在是非常受到消费朋友的欢迎 那当然以往的Mazda的车型是国产车 后来改成进口之后 你看它在第二名 第三名分别 而且它的是休旅车也占得 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Mazda Street轿车 它也是进口车轿型的 第一名的一个数量 来 我们看到最后一名的Toyota的CHR 不过它量也真不多 量本来就不多 一年只有2000台 订单还要排队 等了隔半天 结果它进来还可以排上排行榜 所以你看看它有没有很强大的一个 这个品牌有没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所以绕回来看 其他值得观察就是第七名 跟第九名 厨师这个品牌 其实前几年受到一些 柴油门事件之苦 它整个品牌重新的调整 它的经营策略以及战略之后 成功的把它这两款车型 都推上了一个销售的一个高峰 算是品牌操作的相当的成功 但是反观它集团内 它集团内有什么 有这个Skoda 有这个Audi Skoda也是卖得很好的一个车子 也是卖得很好的一个品牌 可是Audi却是节节的在衰退当中 所以我觉得同集团内 虽然不同的品牌 但是他们不同品牌的经营策略 还是有相当程度很大的一个差别 对 我们光从现在市场的销售数字来看 像德哥 Suzuki其实在这里面进口车 也算是排在第四了 也算是卖得还不错对不对 对 因为这样讲好了 因为Suzuki它算是今年大爆发 它进了相当多的小车要来台湾卖 那当然有一些排气量是相同的 可是因为它对不同的车型 它有不同的功能性 比如说它现在其实最畅旺 应该算是Swift 因为Swift等于是大改款 而且它是用1.0的新涡轮增压的引擎 但是它之前也有卖到Baleno 那可能很多人会说 价格差不多 跟我们一千元涡轮引擎 我买Baleno还是买Swift 那事实上他们两个 除了产地不同以外 严格来讲 Baleno的空间表现会大一点点 它其实比较适合小家庭 那Swift相对就是 它的操控又更好 它又是比较适合个性化的玩家 对 年轻了啦 通勤代步是很方便 这里面要爆大料就是绝对是Bob哥了 我看到Altis卖这么好 何泰在台湾这么受欢迎 但是之前Altis不是被召回吗 其实我们讲说Altis召回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市场上面的影响 会不会很大 我认为是还好 因为这个第一个 这个是10代车型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我们现在在市场上卖的是第11代 这次召回是10代 而且它是在右前座 等于是副驾驶座的这个气囊 那目前当然厂方是说 这个车子就是你开回去 它就帮你处理 就是在这个地方吗 对 它就说这里面 有些零件它们发现有些问题 然后你开回去 大概两个半小时它帮你更换 大概是这样 那我认为召回这件事情 其实我本来一向都用 比较中心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就是它发现有问题 那它帮你车 因为车子的零件塞太多了 那我们实际上有人开玩笑说 中国的品牌很多车子都没有在召回 你别想 想都别想 我告诉你 所以其实我认为召回 我用中心的角度去看 那我认为对市场上面的影响不大 但是呢 再回到这里 我们讲说Alice一向都是神车 3000啦 3000的挂白数 3000你一年就多少了 就36000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忘记的时候可能还要4000 所以大概差不多一年差不多4万 4万就是一年 台湾市场大概44万 就大概10台里面有一台是Artist 对 那你说很猛 当然很猛 那我过去都讲说 其实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U5啦 HRV啦 好 你看喔 CX3啦 然后包括那个Vitara 这个都是叫做小SUV 它的价位其实就是大概70万 80万 对 那我就实际上讲说 Artist这一块就像是一个提款机 就是因为有一群人 其实很多人买车 他其实根据预算 他其实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买什么车 对 就是我的预算就大概70几万 那70几万过去Artist 创造出一个非常大的市场的板块 对 然后大家就想说 那我如果推出一台车 可以吸引原来想买Artist的车主 比如说我推出一台HRV 对 然后也是大概70几万 80万 然后可以吸引Artist的车主 会不会把它转移一些过来 然后U5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路线 也是70几万 对不对 Vitara是不是也是70几万 80万 CX3都是 那我就会时常讲说Artist这台车 是不是把被其他竞争品牌 当作提款机 而且这提款机很神奇是怎么提 他都钱都不会变少 是喔 对 就是他都永远在3000 对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其实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要买Toyota 这个时间点是 我认为是这几年来千载难逢 买Toyota的最好时机 何以见得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今年Toyota的压力很大 为什么我会这样 因为去年年底 他们在设计说 今年应该要卖鸡胎 在Toyota的体系里头 销售量就像神竹牌一样 因为他们是一个量贩品牌 那你如果要买 我们讲说今年他们去设定 今年目标的时候 他们去当然有把 比如说WISH停产了 然后Innova停产 都考量进去 但是他觉得有一台Xienta新车上市 应该可以打拼 但后来实际上发现说 少了两台车实在是伤得太重了 那市场上的进展上面 一直都觉得很辛苦 那这时候我们讲说过去几年 我也曾经有讲过 可以去买Toyota很便宜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赚钱在卖 真的吗 我现在看起来是 已经不是没有赚钱在卖 我认为那个价钱都已经亏钱在卖了 真的假的 但是这个又 你又想说那如果很便宜 他会不会 怎么好像广告都没有讲 他又不想讲 因为我个人平常很喜欢去展示中心喝咖啡 你发现什么事了吗 我就发现 那个价钱我听了都吓一跳 那也就是说 其实你现在只要愿意去展示中心看 我认为都有很多好康 不管是 就几乎全车系 那过去呢 我跟你简直没讲白话文 就是要用力杀的意思就对了 其实不用 用力杀是 轻轻杀就有是不是 你去的时候他就已经端给你的菜单 就已经是很幼的 是 这个数字其实都远超过我的想象 那因为刚好最近有一些朋友 因为有些朋友他其实就要买车 那我 你知道我最喜欢推荐人家买Artist 因为我就比较省事嘛 然后价钱还很满意 那有些人讲说 那今年很便宜 那明年可能也很便宜 但是我刚刚讲 这个基础是因为今年他们设定一个很高的目标 那他们要达成这个目标很辛苦 因为尤其是少了WISH 跟少了ENOVA 那明年或许他们会很认真去检查这件事情说 真的少了WISH 少了ENOVA 没有办法补上来 所以他们可能会把目标调降 在调降的情况下就是 他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力气就可以达成 不用让力这么多了 对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为什么会说 Artist这里面其实很有玄机 现在去买Artist 非常非常的便宜 天哪 还真的有点难想象 所以从一开始呢 艾大就跟我们说 已经出现了国产跟进口的 我们讲黄金交叉好了 然后呢 Bub又告诉我们说 其实Artist其实面临着蛮大的压力 那我们就来看看压力在哪里了 当Artist对上Mustard Street 国产进口要怎么选择呢 德哥 我们旧操控论操控 先帮大家来分析一下 应该这样讲啦 就是说其实这是一般版的Artist 当然它卖很好 但是他们最近有推X版本 X版本就是 你只看车头和车尾 你看像一个X 就是水象护照造型 就漂亮蛮多的 对 漂亮蛮多 而且不是只有漂亮而已 它连避震器都调整 玄调有调 所以Cushion 这是Cushion 要画那个Cushion的样子 你还有艺术氛围 你看看昂色的 你看看很厉害 事实上我自己在开 我觉得它的操控大概好多少 好大概快要接近三成 因为它真的变硬 然后重新调校 不知道平衡感那些调整以后 它开起来真的不一样 所以过去人家会说 Altis晒起来好像筛准 那是过去的想法 现在新一代其实已经很稳 你说Altis X 对 然后X又更好 就是现在新的已经不错了 对 那当然其实如果说 光比颜值来讲 我觉得Altis跟Mazda 3 其实这种很主观 很主观 因为有的人刚刚 喜欢这种俐落的线条感 因为它有改款 新年式的这个灯 比较小 比较细 那当然因为像 如果大陆他们是两个同时卖 它有分Living 有分一般的Carola 不一样 那台湾等于算是 比较接近Living的那种样子 对 那Mazda 3 它其实也出来了几年 Mazda 3很帅 很帅很帅 但是我觉得它也很帅 为什么 因为这种东西 它的样子维持比较久 那它有一直在小改 所以说这看来 头巾督出来觉得不错 有一个女生 就Mazda 3一开始 真的是漂亮 你第一眼觉得会漂亮 但是不耐看 那它比较亲眼 但是如果是 其实比较亲眼 如果以内装来讲的话 我觉得Mazda 3 当然我觉得比较动感 因为Mazda 3 我一坐上Mazda 3的时候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试驾 我发现了它的仪表 一看就觉得有点 McNarron的影子 然后它的出风口 就让我想到保时捷911 你是那天没睡饱吗 没没没 我跟你讲真的 你如果放它内装的照片 你觉得它其实是摸棒 有这么棒 用了很多跑车的元素融合在 也不是棒 就是设计的时候参考 你就觉得它真的有用心 去把那感觉做出来 至少有 但是我要说的是造型 如果说内装的质感来讲 两个其实差不多 那大家会觉得说 它进口 它够散的时候 它不太小 对啊 马上73万9就可以入手 但因为现在国外车 它有很多是KD件 KD件 它也是要进口 等于是进来台湾把它组装而已 所以它的成本也不会低 然后再来 你如果看到它车身的尺码 其实当然这是100%的关系 所以它看得好像多一点点 那事实上它轴距两个是差不多的 那只是因为有一个重点 Mazda 3它要营造那种 就是有点photo coupe的感觉 对 有没有 对 所以它后座的乘坐空间 会没有它好 所以你实际去坐坐看 你有感觉它的空间比较寒寒 那再来讲到性能 这一台是1800的 然后这一台是2000的 2.04 对 那因为你会看到光动力数据 100% 65% 21.4% 我看得很厉害 然后它140 17.6% 看得很厉害 事实上会影响车子的性能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除了它的动力配置以外 它还有它的变速箱配置 对 变速箱 它是Lasso的手制牌 它是CVT 但是它可以模拟手制牌 然后再来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车重 你看1275 对 然后它1323 你如果以马力重量比来讲 你看140 然后1275 其实我们挑最重的来算 它刚好是9.1 然后对 马力重量比就是KGHP 就是你一匹马力要合9.1的重量 9.1公斤 那它呢 它刚好是8 那8你看起来好像它一面都比较大 实际上因为它是CVT变速箱 所以你油门搭楼的那个瞬间 你也感觉它开起来好像比较轻快 那我实测的时候它也有进过10秒 但是一般来讲我最近试的LT是X 变速箱一样 然后轮胎又加大时机寸 我是测10.4 但是Mazda 3它是2.0 我测的那时候开我记得是9秒多 就是其实实际的数据它反而差不多 那在操控上 因为我说的是X它有提升 所以你在开这个Mazda 3 因为它的刚性其实新一代已经不错 你会觉得两个其实不分宣址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这是我的感觉 我很深刻的感觉 所以大家不要再觉得说 神车一定就是好像冠上它负面 事实上你要真的去开开看 很多人它对于这个操控的感觉 都是听人家讲 然后这车没问题 但是你真的去开开看 你就知道它的进步在哪 那但是Mazda 3它再来要怎么办呢 你知道吗 它其实未来会有一个新的引擎 你刚刚出现 你刚从日本空运来才来答是不是 SKYACTIV的X 你有买这一版 我有买这一版 看你在便利商店都不是在这种 没有 因为我看到鲍勃它翻别的 所以我都是在去车区 然后看到鲍勃在翻 封面是写50路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好啦 那等一点好不好 马上的下一个新动作好不好 对 这个我们回到正题 SKYACTIV的X是什么 它换上了新的鸭蓝式的引擎 那大家会觉得什么是 压蓝式引擎 你知道我们柴油引擎 因为这个内燃机 它的一定是净压爆排 可是因为像柴油引擎 它压缩比就很高 因为我们知道压力越高 它的温度 燃爆的温度会越高 就像我压力越高 体温就会比较高 没有 但是讲内燃机 多多少少会 对对对 就是因为它这样子 会有比较好的燃爆效果 那它这个用压蓝式的引擎 就是它把这个压缩比提高 就是它的设计的这个蓝爆效果 可以相当于柴油引擎 可是你不要以为它没有火星塞 它其实还是有火星塞 因为它有时候会调整它的这个点火 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不同的状况 这是马自达的强项 对马自达的强项 而且它除了这一颗 会换上这个新的SKYACTIV的X引擎以外 它除了动力表现会更好 然后它的蓝油表现最好 可以大概提升30%以外 它连车体 车体的刚性都提升 所以接下来它新的车款可能会在明年推出 因为今年10月它们已经有 Mazda 台湾已经有人去日本受训 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快 而且它这个正口的 对啊 它也不用再摆生产线 那倒是 顺座里面 旧车口顺顺小小的就OK了 就架个策略定一下就可以了 马三也不用怕消不了 马三是很受欢迎的 虽然马力重量比 好像跟这个感觉新的神域差不了 差不了太多 其实这个网路上论战很多 有人觉得马三操控就比较好 有人觉得神域 我觉得自己开一看 哪个比较适合你 可是如果我们要好好比一下 它的内部的一些配备好了 其实这个真的能比得很多 毕竟国产车要端好料 才能够跟镜头车一较高下 对不对 是啊 其实刚好今天讲到 就是Toyota的Altis跟Mazda 3 然后刚好我身边的朋友 比如说像我的岳父 我的姐夫 我的小舅子 全部都是Toyota的爱好者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国产车 跟即便说现在马三操控 已经朝向就是全部都是进口的 但是我觉得国产车还是有好处 尤其是这些几年 他们的改款就是更新 产品的更新其实是还满快的 就是国产车好处就是说 明天我可能会按照我们 真正的台湾市场的消费者的需求 去增加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安全配备 可能大家都是很齐全的 比如说可能现在是安全气囊 可能都是6颗 然后气垫也都有 像盲点侦测这个东西 Altis现在就有了 就是一样是豪华的版本 对 因为现在Altis这个 就是目前这个是74万9 对 是75有找 再三个价 三个价 然后马三其实价格 其实这也是74万 也差不多74 对 这也是74万左右 所以但是这两边 这两边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现在开车的人 其实很注重的就是 我的配备要好 尤其Altis選手Altis的人 他可能觉得我的配备就是 还算齐全 然后 但是马自达3 他可能豪华 可能刚刚德哥也有提到 设计上面看起来 好像比较不一样 就是感觉比较有设计感一点 比较偏向欧风一点 当然以我们这种 比较务实的人来看 就是第一点我可能看到 比如说冷气 有冷气 因为它这个版本 算是马自达3的入门版本 它冷气它是机械式的 是用纯的就对了 用转的 对不对 可是你看Altis它就已经是 就是所谓的电子恒温的 你就看得到数字 这也符合我们 就是用恒温的一个习惯 就是看数字有时候几度几度 这种纯的就比较 看起来就比较稍微 减你的感觉 入门一点 入门一点 对 然后上一家盲点车测 现在有后座气囊也是 他也是后座气囊 就是全部都是六安 包含前座 然后车测 然后还有全尺寸的两边的气粘 对 都是 所以没有说 还有一点就是说 今天可能 大家可能 我可能都已经选择两个车 那进口跟国产 我到底要怎么选 不是 现在不是也有很多 我如果洗东西74万 我真的很容易 很容易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进口你后面的维修 你会想会有这个成本在 可是进口开起来 你会觉得好像多多少少比较爬一点点 有些人会这么想 有些人会这么想 然后不是现在就是很 就是很流行的就是说 你迟早都有开进口车的 对不对 之类的 但是还是有差 因为进口车 他在比如说他产品的更新 比如说像我刚刚为什么说 我们国产 他在产品更新的速度 还是说符合市场主流的 那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那进口的身份 他可能就是以一个大市场来讲 比如说欧洲市场 北美市场 亚太市场 他比较不会像说 国产车的那种灵活度这么高 他会针对台湾市场 可能去很快的 可以推出一个特市版 然后推出了消费者 大家都很想要的配备 可以加进去 那马自达这边就 可能就比较难 就是比较难这么快去达到 然后刚刚空调这边讲的 对 能温暖 后座其实呢 后座其实他们的 因为轴距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 哥哥讲到 因为他比较像 Foto Coupe M3 所以这里相较比较局促一点 对 他就是为了 因为他的车身线条比较流畅 所以他可能在车顶空间方面 可能就会有一点稍微局促一些 然后像那种配备的时候 其实大家买完车之后 你一定会遇到什么 就是最后台湾价格了 可是我要选配件 最后的配件 那我这边身边刚好有一个朋友的例子 他买一台200多万的进口SUV 然后价钱都谈好了 车型选好了 也准备要下定了 然后他突然想到说 那我的行车记录器是不是也应该要 其实行车记录器 倒车显影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买车后 然后会选到的一些配件 可能就之后自己去买还是什么 然后我那个朋友他也就是说 这位夜代就是很 感觉就是很贴心 然后听到阿沙里说 我跟你讲 行车记录器 你来的时候我就送给你 你交车那一天我就帮你装好 你只要来 交车点交好之后 你就可以开走了 那我朋友也觉得 不错啊 对不对 这边夜代还蛮有心的 很阿沙里 然后一样 然后当天又去交车 信通通去交车 然后也赶快把那个东西 就是点交东西点完之后 交车的程序都完成了之后 把车开走 开了几天 后来说新鞋来潮 我来看一下行车记录器 这个东西到底录不到什么好了 结果拿出来 然后查到电脑的行车 不看还好 一看 还啊 当初夜代跟他讲说 这是高清的 我送给你这东西是高清的 高清的 才知道说现在夜代的意思是 高度光源之下清楚 那低光源呢 他就是说他今天白天 他都很高清 他今天白天的时候 他都非常的清楚 看得可以拍得很清楚 很清楚 招牌 什么都看得很清楚 晚上就欧妈妈 看得很清楚 对 所以他都很说 他说还狂然大悟说 原来夜代当中那么好心送我 你要拗东西 要搞清楚品质 后来他当下可能觉得说 我可能赚到了 其实他后来还是得自己摸鼻子 然后再去买一台自己喜欢的 这个好像说我去买车 他说我去买肥子 然后最后他说是买肥子 那这样不是要 这是什么 所以我们年底要交车 其实我们跟夜代拗东西的时候 也要确认那个品质 所以他口口声说高清 对不对 我们要确认一下厂牌 那如果从市场面 我们现在就是从不同的车款 来做分析 德哥 我们就有一个看 我们刚刚说十月份的销售数字 我们拉出来 专看轿车 如果最近大家买轿车的话 从这些销售数字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其实你这样看 你会发现其实前几名不太会异动 他本来就是很畅销 对不对 现在购物还有R-Line 其实操控整个也是提升 然后也有帅帅的大包 跟内装质感 所以不会差 那Prius C就是 你可以买到最热的Hybrid 对 像鲍勃他也很喜欢这种油电 他超爱的 他看到这种车眼睛就会影响 不买i3就买Prius 对 那这个Suzuki的SX4 因为他说起来 他算热又大碗 但是他动力1.4 Turbo加速也快 而且他的空间表现也够 过去一直都有很稳定的销售表现 那Fabia算是Escoda的小车 就是对于你想要买进口车 然后你预算可能没那么高的 这算是经济型买家他可以买到的进口车 你也会觉得自己很痴痴 可是后面的这个排行 其实就会有一点点波动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统计是只有10月份 10月份 他有时候会因为新车到港的关系 会影响到他的名次 因为你看他实际上 实际上你从这边看起来 他的这个销量其实都不会太大 有时候你一台前你买几个一台 他就可能会从第10名往上Pill 那事实上对 但因为Egnis比较吃亏是 他虽然是日本原装进口 可是因为就像我提到 他的碎质 他是因为超过1200cc 所以现在反而Suzuki 比较旺的小车是Swift 那Mazda 2 因为这个产品世代比较旧了 所以说他面对一些新世代的对手挑战 他就是会变成 看起来就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强劲 那Skoda当然Super 他从去年就一直旺到现在 一直旺到现在 对 一直旺到现在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Octavia 反正因为现在有在推新年式的车型 那至于Prius 我觉得能见度应该可以再更高 因为说真的 我觉得他用这个新的TNGA引擎 我自己开起来 操控力真的很好 那尤其他的这个 Plug-in的Hybrid车房 我感觉很漂亮 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一台 就是有点可惜 如果他的名次在这里的话 对 排到第6名对不对 我们是先从10月份交车的数字来看 那我们直接把实车拉出来 好好比一比好了 如果单看刚刚前面排名 在排行榜当中的四台的话 其实很多人喜欢的 我记得我们早期在做汽车杂志的时候 有一个单元叫做什么 叫做欧日大战 欧洲跟日本系列的两个车子 同等级来去对战 是 再一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又是欧日大战 欧日 欧日大战 怎么大战法呢 其实刚爸爸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大家都把Artist当提款机 把这个车架定在这个位置上面 来看一下 我们都先 我们先以Golf来看 不要看它等级 看它入门款89.8万 89.8万 而且现在还有一些 蛮不错的优惠 所以其实你加一点点 你想想 你可以开到欧洲的这个 74万变到89万 90又早了 你可以开到欧洲的这个小钢炮 然后又是福斯品牌 等级又不太一样 所以很多消费者会心动 再来看一下这个Prius C 油电车 大家都很喜欢 而且它这一次小开款之后 价格没有做任何的更动 反而加了非常多的配备 尤其是安全性的配备 所以它会在这一次的名单上面 跳到前面来 这个是可以被预期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 Skoda这个Fabia 其实刚刚也有讲 这个车子销售也是相当的强势 你看看它的定价 最入门款 70有早 70有早 比Artist还便宜 人家74万 是啊 而且人家广告的 这个Slogan做得很好 你终究是要开欧洲车的 但是我们把它换来 但是我们把它换来 我们把它换成 你终究要开进口车 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开 而且你现在又不需要 那么大的车 你可能开小车就可以搞定 那当然Suzuki 这Eganis 那价格当然更低 不过刚德哥有跟我们分析 它Suzuki自己品牌之内线 有非常多不同的小车 Blanos SS4 甚至Swift 再加上Eganis 它是属于更小一点点的 这个车型 它的这个碎金 又不是这么的讨喜 那我们看到这四台车 怎么个厮杀法 日本车这两台 这个Eganis偏小 你确定你要这样比 Eganis偏小 Prius C 它独特的独门的Hybrid賣点 其实在这四台车里面 唯一能比的就是这两台车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两台车 Golf & Bavia 你要OO大战 我们用最基本款来看 1.0升直列三气缸 1.0升直列三气缸 7速6速 这一样的 都有 因为这同集团的 马力入买110 马力又不用讲 因为这两颗引擎的 这两台车是 都前驱 车体大小不太一样 内装质感不太一样 外壳长得不太一样 然后那个Mark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1.0升直列三气缸 这个引擎 它跟变速箱 基本上是同集团 通通都是一样的 对 通通都是一样的 然后再加上什么 这个价格 你想想看 差了多少钱 一个是接近90万 一个是接近70万 不要讲接近90万好了 我们就讲它差20万就好了 是不是 我们以入门款来说 它就差20万 而且1.0升 今天这个税金你知道有多低吗 一年不用1万块这样子 那个搅起来是相当的轻松 而且现在这些车型 都提供了超长的保固期 所以说 为什么现在进口车 会这么压的这个国产车 是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第一个 国产车其实现在规模不大 对 所以国产车厂其实相当的辛苦 然后它必须要做模具的摊体 开发研发的成本 其实它相当的辛苦 那进口车是像德哥讲的 我扣准消消 准坐过来就开始买 所以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压力存在的状况之下 现在这个进口车 开始把这个销量 租租往上提升 其实这两台车 其实我相信 在这个排行榜上面 都是前五名的 对 这个消费者 慢慢的可以接受 有些人要品牌 有些人要CP值 就是少一个屁股 其实并不影响 平常那个空间 其实也没在放东西 对吧 对所以差异就没那么大 那大家就如果考虑到价钱的话 就会做取舍 但坦白说 我们现在彼此叫车 但如果是休旅车 我又想到Xigoda Xigoda Xigoda的车真的 听说交车很难交 我有个朋友要买Codiac 那我就稍微问一下周边朋友 他其实不在乎价钱 他在乎是什么时候交车 听说可能等半年到一年 这么夸张 爸爸哥 透过你买会不会比较快一点 等到下一次选县市长的时候 应该可以交车了 会不会太扯了 其实我们这样讲 其实Xigoda 最近的车款 其实有几款 他不是所有车款都这样 但是有几款都热卖 尤其是Codiac 差不多要等一年 等一年的情况下 而且你知道有些业代 他是老业代 他很有经验 他知道说这个车 准备要发表了 他知道说这个车一定会卖 到时候一定是谁能够抢得到车 谁就有业绩 所以有些业代 他甚至都还会去卡甲订单 所谓卡甲订单 因为大家照牌 就等于是这个车 在预接单的时候 我们讲说 假设今天这个车 一年只有供应1000台 光是一个月的订单 搞不好就吃了500台 两个月就把一年的配合 都没了 这种情况下 你一定在预接单的时候 有些业代他很精明 他就开始把那个 反正我就先输入10个 用人头 输入10个 那我到时候就有10台可以卖了 我先hold在手上 别人都没有车 我有车 那他就有业绩了 那我们讲说总代理 也不是省油的灯 所以其实我知道 许高达他算是管金牌上 管很紧的 真的喔 到时候比如说我们这样讲 上面有个订单写料银艇 对 他用假的 但是等到交车的时候 发现是业绩的 这不行 不行 剃掉 就不给你啊 就不给你 好狠喔 所以他一定要证明 当初你Key的订单 就是那个 你不能转单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也是为了公平起见 所以这种情况下 几乎就没有门路 可以插队 因为这个事情 我前两天才跟这个Skoda 台湾的总裁聊到 他说这个问题 他们也很困扰 因为这不是台湾的问题 是全球性的问题 当时Skoda就错估了 这个车子会在全球大卖 所以他的产能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 现在的这些需求量 而且也不知道Skoda 在上市之后 还会持续的有这样的量出现 所以这个工厂 一直在把产线给Skoda 然后再供应全球的市场 所以他现在这个 不管是Kodius 还是可能要进来的 Carak我们俗称大K小K 就是完全 几乎没有车可以交 而且这个在台湾来说 他们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本来预估的交期 交量 基本上没办法达到 预估这一批船要来倒300台 就只倒130台 基本上很惨很惨 所以这个消费者等车 是等非常非常久 有人等10个月的都有 好夸张 等放这么久 其实我们讲说 业代会去抢单 总代理也会去抢单 哪 比如说我们今天 比如说他们原厂出了一个车 各个国家的经销商 总代理或者是分公司 就要想办法去说 我要几台车 那你就要想说 这个车我大概估计可以卖1000台 我就敲进去1000台 就全世界的所有资料搜集起来 发现呢 大家要的车要10万台 但是我这台车只能供应5万台 按照比例分 所以你当初敲1000的 那现在只能给50%嘛 就变500 所以现在大家都要学乖 那如果以后是这样 那我应该要敲2000 我明明只能 我只能卖1000台 但是我就去要1500或要2000 反正到时候还要再卡 对啊 你到时候也没有照如期的 但是万一如果它产能是真的 可以供应的时候 你就拿到 你就要给我吞 給我卖掉 那就完蛋 所以这里头有很多 对于情势的判断 那这里头也是 我们讲说耳于我炸 那大家为了要做生意 大家怕车子不好卖 大家很好卖的时候也很害怕 因为没有车可以卖 也赚不到 就像你这样我想到 RAV4也是这个概念 RAV4就是大缺车啊 不过现在好像NX会压缩到 对不对 NX其实一出来也很多人会想说 不然我就买NX 其实我们讲RAV4 它就有两款 有2.0跟2.5 那2.5它价格高 甚至它有Hybrid 就跑到120几 但是在整个市场上 因为我们讲说NX NX NX现在最入门152 整个品牌不一样 而且它不是152的阳春版 事实上它只是动力 是一个比较 没有像2.0T或者是Hybrid 那么强 但是它的动力也不算 它就是一般动力 但它的其他配备 其实都很齐全 那当然有压缩到 从我们的资料来看 就是它压缩到几个品牌 第一个它也压缩到RAV4 它也压缩到CX-5 也压缩到CRV 那你想想看这三个品牌 在市场上我都普遍认为 HONDA TOYOTA MAZDA 的客人 都是属于口袋比较深 口袋比较深 就是说 他今天愿意 他打算花100万120万 买一台车 并不是他的支付能力 是100万120万 他支付能力 你只要付200万 他也付得起 只是他觉得说 我就差不多买这个价格 差不多 他觉得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今天如果出一个车子 比如说152 实际上成交价 也一定不会是152 他觉得说 但是价钱 整个品牌等级都高了一阶 然后价钱只是多一些 所以很容易就跑到那边去 但是RAV4 我认为RAV4的销售量 其实不会受影响 因为过去它一直都是缺车 你看这个其实很难得 因为它这里卖几年了 还在缺车 而且现在有传出说 下一代要来了 下一代要来 我认为不会影响 因为RAV4 我认为基本上还是很强 你看它现在的 你看它价钱跟CRV比起来 它没有拿货货税补贴 没有 它还要付关税 甚至我认为 它价钱还比CRV便宜一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RAV4的产品力 还很强 而且现在我们讲说 刚好有一些客人 把它洗到NX去 你对于Toyota来讲 哪有影响 对荷台来讲哪有影响 我本来就是这些客人 可是你没买到RAV4 你买NX也不错 它本来花100万买 现在花150万买 那哪有什么不好 对不对 而且现在RAV4 我在路上看 我们最近在开玩笑说 在路上最多的RAV4 应该是白色 银色 第三的是什么 第三的其实现在是黄色 黄色 计程车 对喔 对 因为现在 因为计程车已经可以用这种车 教室嘛 就是它只要不是客户的车就可以了 曾用车就可以了 对 那我们讲说 过去因为很多人喜欢用WISH WISH停了之后 其实现在开始好多人用RAV4 所以RAV4也会补一些量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 它还是会一直很好 而且我们看最近Toyota 不是送电式吗 这个就没有 哎哟 表示我也不怕你不买 你一定会想要买 多产车才有 真的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以RAV4来讲 它的基本盘 我觉得很稳固 对 而且我们几年就讲过了 现在大家只能敢宣称 叫做国产SUV销售冠军 因为你如果 因为你就弄在国产SUV 因为我们刚刚看那个表 对 它是进口的 但是国产的其实都还差很多 对 所以它真的是销售力道很强 但是敏感问题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回来就来看看 如果你要买RAV4 或是你正在考虑 要不要买CRV 国产跟进口的这一个战争 等一下好好来分析 世纪大难题 如果你要买一台休旅车 到底CRV RAV4怎么挑 我们先从外观性能来分析一下 Rick 对 现在就是这两部 其实就是国内市场上面 大家都是很销售很好的一个SUV 那我们现在看左边的RAV4 它的入门价是84.9万7 那CRV是91.9 其实这个价差我个人觉得 就是没有差别很大 那RAV4这个车 其实因为大家可能品牌形象 然后大家可能觉得 Toyota就是妥善率 就是像我身边很多朋友 之所以会选择Toyota 是因为妥善率 好 它现在外观就是 比如说它可能这个X造型 头灯家族化的特色 也全部都有出来 包含说你可能等级高点 可能豪华版以上 你会有LED的头灯 那CRV也是 它现在新世代的造型 它更动感更流行一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以外观来看的话 成熟稳重的 我觉得Toyota 可能RAV4 可能比较成熟稳重一点 年轻动感的话 我觉得可以选择那个CRV 对 而且CRV听说顶规卖最好 反正Honda Sensor 里面113万 它比RAV4顶规 还要便宜一点点 德哥那操控面呢 其实操控面 因为CRV比较吃亏是 CRV说真的 它引擎 大家可能讲 穿五个特殊 其实没有 我们有做满载测试 满载测试 我这样0到100 它还能9.7 那换我一个人开8.7 差一秒耶 车是做满的 它其实还差几百公斤 所以它性能上 它是没差 而且它有一个优势 是税金 因为RAV4 你要相等的性能 大概要买到2.5 但是2千5 我们台湾的机型法规 要达3千的税 所以它反而卖最好 还是2千的 可是CRV 它现在有一个吃亏的地方是 台本现在先进来的是二驱的 它可能明年会有四驱 对 它现在先进来是二驱 所以如果说你纯粹 就是在一般的道路开 你可能感觉RAV4 好像也没比CRV差 但是说真的 CRV也没赢RAV4多少 因为毕竟它在极限的状态下 它动态稳定系统都会散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去轻越野 就是你如果去漏轱测 还是那种可能 上面有一点点沙的地方 这两台开去 对 但是RAV4 你如果买到四驱版 你就有优势 对喔 你有看到CRV一直钝 一直钝 RAV4就慢慢开过来 你敢欺负 人家就在二驱而已 对 现在二驱 但是RAV4它是要2.5 它才有四驱 它现在2.0 主力还是前驱 所以其实 两者在操控上 其实有点不分宣制 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 就是RAV4 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 的确它是进口车型 可是它在安全的防护上 它很到位 它还有西部 驾驶座的西部安全气囊 那没错 其实如果说 你以标准来讲 CRV现在也有6辆架架 对 那它也有Honda Sensing RAV4它又多了一个 西部安全气囊 所以它的 Toyota它有一些 基本的安全配备 像盲点侦测那些 所以 要怎么选这两台车 我会建议要买的人 一定要去开开看 因为说真的 有时候这种造型 你好像看照片不准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 CRV是不是现在不少年快 因为它的确它坐舱 你觉得它的跑车氛围 会比较浓一点点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 CRV是不是现在不少年快 因为它的确它坐舱 你觉得它的跑车氛围 会比较浓一点点 可能 你要实际去开开看 你可能觉得 我坐在驾驶座 我手握着方向盘 然后打打排檔 踩踩刹车 那个感觉 可以入室的时候 一定要入室 因为 涡轮的引擎反应 跟自然进气的引擎反应 其实它不太一样 虽然两个加速性 都不会太差 但RAV4 2.0 因为动力小车比较大 所以你在急速上 有时候你在过150 在催的时候 你也感觉 那个差距就起来了 但是 你还是要去开开看 可能会觉得说 我平时就都在起来 我可能就去采买 那我也不太会去山上 然后也不太会满晒 那这时候你开开看就很重要 但如果说唇就超高 那你会被关闻 我应该被关称 你会不太会 我根本就在买我的呼吓 你会被创呈你 你会被关被打叉 你会被打叉